我覺得在不在乎一個人 不是看他會不會跟你出來 或者是聯絡 畢竟有些人就是可以為了利益 勉強跟別人約會一下 或者是說幾句動聽的甜言蜜語 但是 有些表現呢 是藏不住的 只要他出現了那些行為 那其實他就是真的在乎你的 千萬不要傻傻的 不小心把別人的在意 當成利用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朱瑋萱Jesse 前陣子我分享了很多 當女生不在乎你的時候 他會有哪些行為表現 所以這次呢 就要來分享 當女生真的在意你的話 他會有的一些表現 我覺得在不在乎一個人 不是看他會不會跟你出來 或者是聯絡 畢竟有些人就是可以為了利益 勉強跟別人約會一下 或者是說幾句動聽的甜言蜜語 但是 有些表現呢 是藏不住的 只要他出現了那些行為 那其實他就是真的在乎你的 所以如果你還在懷疑 自己是不是被當成工具人 或者是 懷疑他只是想要跟你玩玩而已 那要是你發現他有這些行為 其實就證明了 他真的很在意你 第二個表現 就是他會記得你的興趣喜好 興趣喜好這件事情 如果他不用心記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記得的 你想想如果今天他不在意你 他只是想要利用你 他幹嘛去費心記你的喜好呢 如果他記得你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那就說明了他有多在意你 第二個是 他會盡量不惹你生氣 或者是讓你誤會 如果今天是對待一個工具人 他根本就不會管你生不生氣 或者是誤會他跟其他男生怎麼了 反正就只是工具而已 你不要當他的工具人了 他還有上千上萬個 所以根本就沒有差你這一個 而且更何況 如果他要去在意每個工具人的心情 你覺得他顧得來嗎 但是如果他今天極力避免讓自己陷入 容易讓你誤會的情況 或者是他知道你不喜歡哪些事情 那麼他就不會去做 像是你不喜歡他太晚回家 那為了不要惹你生氣 他當然就會盡量早點回去 他不想要讓你誤會 那麼在你面前 他一定會跟其他男生保持適當的距離 如果你身邊的那個他 總是這樣做的話 就表示他非常在意你是怎麼想他的 你生不生氣 有沒有誤會他 對他來說非常重要 第三個 就是他願意花時間跟你相處 就算你們一起做的那件事情 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他都會願意過來陪你 像是你可能這個週末 想要來個電影馬拉松 或者是你想要幫你妹妹挑生日禮物 他都會願意陪你去 就算今天做的那件事情 不是為了他 他還是會覺得 只要跟你在一起 那時間都是很寶貴的 所以即便有時候你會覺得 這個行程好像有點無聊 你確定你要來嗎 但他都會馬上跟你說 反正那時候我沒有事啊 幹嘛不去 好像對他來說 只要跟你在一起 就不是浪費時間 所以要是他願意陪你去做各種事情 陪你消磨時間 那麼他肯定是很在乎你的 人一天就只有24小時喔 他大可以把那些時間拿去休息 睡覺或做其他的事情 而不用特地跟你出去 甚至有時候出去的目的 可能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四個 那就是你會感受到他的佔有欲 你會覺得他好像是在吃醋 常常問你你跟那個女生是什麼關係 我看到你們的照片 或者是有意無意地去打聽你跟前女友的事情 你可能會覺得他只是想要聽八卦而已 但事實上如果他那麼頻繁地去關心你跟其他女生的關係是什麼的話 那很明顯的就是吃醋嘛 而且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你們兩個還處在暧昧不明的階段 而你身邊又出現了新的女生 他當然會覺得很著急啊 問你前女友也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他今天對你沒有那個意思 他到底管你跟前女友幹什麼 所以當女生開始表現出他很在意你跟其他女生是怎麼回事 那有很大的機率他也是把你視為戀愛對象的 最後一個也是我覺得準確率最高的一個 那就是他是不是總是把你的感受擺第一 什麼叫做把對方的感受擺第一 像是你們本來約好今天要一起出去玩 但是你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發現你發燒了 那如果是面對工具人 女生會因為對方不能出席而非常的生氣 甚至會任性的要求說你都已經答應我了為什麼臨時又不來 不會去關心對方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如果那個女生真的很在意你 就算他今天真的真的真的很想要出去玩 但是只要聽到你發燒了 一定會要你在家休息 比起其他的事情 你的感受他永遠都會擺在第一 那類似的事情還有什麼呢 像是你的工作不順利 他一定會來關心你的心情 如果他今天說錯的話 他會馬上去確認你是不是生氣了 這些事情女生對工具人是不可能做的 因為其實要關心一個人的情緒 是需要耗費非常多的心力的 你想想看你跟朋友之間是怎麼相處的 如果你要知道那個朋友現在感受是怎麼樣 那就表示你平常又夠了解他 要知道他的喜好 要知道他剛經歷了什麼 而且對他的個性一定要夠熟悉 才會明白說那樣的情境下 你那個朋友是不是生氣或難過 那如果今天是一個你不在意的人 你會去關心他對某件事情的想法或感受嗎 而且你關心對方的感受之外 你還得去安慰他 所以如果對一個人沒有一定程度的在乎的話 是不太可能做這種事情的 所以當你出現了負面情緒 他才會那麼的在意 以上就是當女生真的在意你 他會有的一些表現 我知道人跟人相處 在意不在意 那個界線看起來好像很模糊 有時候你會不知道 他到底只是在利用你呢 還是他是因為很在乎你 所以才會不斷的跟你見面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只要用剛剛的這幾點去判斷 就可以馬上知道說 這個女生到底對你是在乎 還是不在乎的 千萬不要傻傻的 不小心把別人的在意 當成利用你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有幫助到你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麻煩幫我訂閱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